从看 技术人员在龙虚菜田设置检验仪器 为了解决那马下龙虚菜的病虫害 高雄市农业局跟智慧农业公司合作 协助农民设置检验仪器 掌握田间的环境变化 快速查出病虫出没种类 农民才能对症下药 做小农种龙虚菜的 龙虚菜得病了以后也不知道是什么病 然后一直保持迈向不好的时候 是影响我们的经济生活 设备装在田间 它其实在收集设备 就是田间的实际的状况 所以就会让农民知道说 现在它田里面的温度啊湿度光照 然后最重要是可以知道 即时虫的数量 例如粉丝剂马这种会传播 那个病霉虫 植物医生表示 像是那马下农田常见的南瓜卷液病毒 就算除掉染病部分 也无法根除病毒 因此发现病虫害 就要立刻做出防治作业 希望还是建议农民说 如果你的田里的 植株的状况真的很差的时候 我们会建议农民 连同种瓜都一起产出 再重新种新的一批 不然那个病毒会一直在原子里 植物医生强调有些虫子警觉性高 喷洒农药后会迁移到其他田里 那马下农须菜田又多是井林种植 有了检测系统 更能够及时预防根治 保护农民心血 原新闻大部 高雄那马下采访报导